新冠病毒席卷全球至今已经好几个月了 那面对每一天持续滚动的疫情数据 让一部分人已经感觉到相当的麻木无感 虽然在新常态下 很多国家看似已经成功压品曲线 开始迈入经济复苏的阶段 但问题是我们真的战胜病毒了吗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 昨天就搬出数据警告各国千万不能松懈 他说上个星期天 全球总共新增了13万6000宗的确诊病例 是全球单日新增病例有史以来最高的一天 其中有超过75%的病例 是集中在美洲以及南亚的10个国家 让全球新冠肺炎的累计确诊病例冲破了700万宗 死亡人数更是超过40万人 那谭德赛强调这场全球噩梦还没结束 所以各国一定要继续防疫 除了苦口婆心的劝警各国 一定要严守把关防疫大门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 也针对近来延烧着全球的黑人民权运动 给予了忠告 他表示 示威一向来都支持种族平等运动 和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启示 但由于示威将让民众暴露在病毒底下 增加感染风险 他因此提醒示威者 千万要照顾个人卫生与安全问题 尽管黑人民权运动的爆发 让不少人担忧 美国将掀起新一波新冠疫情 不过纽约州长科默 昨天却亲自前往地铁站群市 用行动向外界喊话 曾经的疫情重灾区纽约 已经逐渐恢复正常 过程中 他除了一直拿着消毒洗手液 还主动派发口罩给围观的民众 提醒大家 只要遵守新常态 就算疫苗还没有诞生 纽约也能够恢复远坐 我们回来 但我们回来很聪明 然后帮助手洗几室 保持这个活动 这是我们必须要做 这是我们正在做 曾经是新冠肺炎疫情风暴眼的纽约州 在逐渐走出了病毒笼罩的阴霾 开始重启经济活动之后 不管是美国还是全球市场 能不能也如愿迈向复苏之路呢 那目前还有待时间观察 但对于接下来全球经济活动的表现 隶属于联合国底下的世界银行 却给出了相当悲观的预测 那根据当局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书当中就提到 受到疫情影响 今年全球经济将会萎缩5.2% 写下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那报告提到发达经济体在这一波衰退当中 所受到的冲击将会比新兴市场来得更大 当中又以欧元区最为严重 萎缩的幅度预料将会达到9.1% 而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会萎缩6.1% 至于我国马来西亚呢将会萎缩3.1% 那纵观世界各国可以说 绝大部分的国家都躲不过经济下行的厄运 但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一开始爆发的中国 由于他们三月份就已经恢复经济活动 因此预料今年呢还能够取得1%的增长 那到了明年中国呢会强势反弹6.9% 那无论如何世界银行表明 以上的预测数字是建立在各国封锁措施 要从6月底开始逐渐解封的基础上来做出预测 如果这个封锁的期限再继续延长的话 那萎缩的程度将会进一步加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